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新电视塔于2009年9月建成 包括发射天线在内 广州新电视塔高达600米 路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高电视塔 有点害怕 往下看 就是珠江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广州塔428米的高空 双腿在发抖 所以说话的时候也在发抖了 那这里呢可以全南整个广州最美的景色 就像我的一个好朋友一样 他呢到了哪个城市都会去城市的最高空 比方说到了北京他会去长城看整个北京城 到了上海呢就会去上海的东方明珠看上海的夜景 那我相信朋友们来到广州一定会来到这个广州塔 看一看我们广州的全景这么美丽的景色 而且亚运会期间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朋友登上这里像我一样 虽然是很害怕 但是那种感觉依然是非常的快乐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站得高 看得远的风景 由于广州夏季台风频繁 电视塔全系高耸 很容易受到台风影响 新电视塔采用特异级的抗震设计 即使遇到百年一遇的大风和霸击地震 也可保高塔安然无恙 怕不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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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怕 你敢往下看吗 敢啊 往下面 我差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小朋友比我还厉害 你为什么不怕呢 那么高 哦 还是没感觉呀 没感觉 你好 小朋友 你怕不怕 啊 你很怕 看看下面好不好 你看一眼 下面怕不怕 哦 没有发抖啊 哎呦 在这座塔上 阳城风光 易冷 让游客无论在地面高空 无论在东南西北 无论在白天黑夜 都会有无与伦理的全新时空体验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吃哪里 吃哪吓 吃哪吓